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李志一 联邦最高法院周四以6比3的投票结果 驳回了全美高校的平权法案 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 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政策违法 这一裁决严重削弱了长期以来 一直是高等教育支柱的这一政策 这是保守派人士的一次重大胜利 而自由派大法官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 自由派大法官索尼亚·索托马玉尔表示 平权法案对于打击持续存在的系统性歧视至关重要 而这一裁决让数十年的先例和重大进展倒退 在最高法院的裁决出炉后不久 总统拜登在白宫发表间端讲话 抨击了这一决定 称最高法院不是一个正常的法院 他还表示自己仍然相信多样性的必要性 他在白宫罗斯福听对记者说 事实是我们都知道美国依然存在歧视 今天的裁决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周四遭遇危险高温和潮湿的威胁 热浪已经导致德州至少13人死亡 路易斯安那州也因此有一人死亡 地方政府和慈善机构为保护穷人和老年人 开设冷却站并且捐赠空调 国家气象局对阿肯色 都伊斯安那 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州的部分地区发出过热警报 预计一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可达到115华氏度 而且还有些地方因为上周末的风暴仍处于断电之中 这更加让人们担心高温引起的问题 5年前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一所高中发生大规模枪击案 造成17人死亡 14人受伤 而被控7项忽视儿童罪 和3项过失罪的警察斯科特·彼得森周四被判罪名不成立 这位布劳沃德县前副警长在枪案发生时 并未与枪手对峙 而是在学生和教师受到致命攻击时撤退 他的行为激怒了帕克兰社区 还曾被全美媒体嘲笑为不劳沃德的懦夫 执法官员表示 携带着爆炸物和武器的男子泰勒·塔兰托 周四在前总统奥巴马 在华盛顿的住所附近被捕 塔兰托因为涉嫌参与国会暴乱事件出于被通缉状态 塔兰托在距离奥巴马住所几个街区远的地方 被执法人员发现 一名官员表示 塔兰托被发现携带了制造爆炸装置的武器和材料 不过尚未制造出来 联邦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推翻大学招生的平权法案后 社交媒体推特上炸开了锅 平权法案、哈佛、最高法院、亚裔等与之相关的话题 纷纷跻身趋势榜前十的位置 以上就是本期的独间美国头条 我是李志一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